从2008年我记得我就上街抗议 为了那个时候六改四 表情语气满满无奈 他从大陆湖南嫁来台湾 希望陆沛取得身份证 能够从六年改为四年 数年前曾上街抗议 但修法进度人原地踏步 疫情你没有台湾的身份证 你就很多的补助 很多的照顾 你是不能给予的 想去日本韩国那就不行吗 你一定要拿到台湾的 身份证出去才比较方便吗 述说着诸多的不方便 摊开在台新住民比例 大陆人数占了六成多 这声音民众党新住民立委 麦玉珍有听到 在新住民权益法案提出修正动议 政府对于不同国籍或地区新住民 行政措施应一律平等 但民进党团痛斥 偷渡缩短陆配身份证年限 为了中国开后门 民众党这个修正案 一看就知道这个有鬼 我们是没有办法妥协的 杨言绝不妥协 经过三小时协商 最后没有入法 但光是确定名称 绿白就炒翻天 柯总之后 我们今天不是来 针对哪一个民团 而是我们有意见提出来 这不是一个讨论的地方吗 所以我得意说 你不用针对这件事情 两人为草案名词杠上 黄深山气炸 连三喊着句 第二下个要坚持吧 好不好 我们没有坚持啊 第二下个 没有坚持再讲一次 韩院长赶紧打原厂 最后确定法案名称 为新住民权益保障法 并且在立法后 一年内会设立新住民司 预计在15号 能够在院会 完全二三读程序 朝野立委赶攻搜罚 表现重视新住民 TVBS新闻多久年轩 台北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椰楼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接下轨用对 google & 这是参考性的